九十三 中國時報 客艙有人縱火深圳航機求救降落 2015年7月27日兩岸新聞 A13南校威深圳航空日航班昨日凌晨一點多降落廣州時 一名旅客在機艙內縱火 艙門和座椅有明顯被火燒分黑痕跡 嚴重危及飛行安全 機長發出未借求救訊號 行好嚴犯被當場制服 飛機緊急降落後 疏散九十五名旅客及九名機組人員 兩人慶雙送依舊治 新華社報導 深圳航空公司一架由台洲飛往廣州的ZH-9648航班降落過程中 一名旅客企圖破壞機艙設施 製造市端 廣州某空管員在微博上爆料 該旅客警帶了氣油和打火機並在客艙點火 機長向空管夫叫未借緊急訊號 當時他正是指揮該航班的直班人員 民航中南公安局證實 7月26日凌晨 一名男子在深圳航空公司ZH-9648航班上企圖縱火未碎 警方已將犯罪嫌疑人控制 微博的照片可以看到 座椅和倉門有火燒煙分痕跡 飛機在廣州白雲機場第三跑道安全著陸後釋放滑梯 緊急疏散機上95名旅客及9名機組人員 截至凌晨4時 事件中無人員死亡 有兩人慶傷被送往醫院救治 其中一名傷者手臂外傷經治療後已出院 另一名傷者腰部扭傷樓院觀察 台州市民航管理局長楊友德表示 從目前的監控畫面來看 暫時還無法判定嫌犯如何攜帶危險物品通過安檢 必須等公安部門深入調查 非安狀況不止一起 江蘇泰州機場一女性安檢員 25日下午1時半整理查購為禁品時 拿在手上的手榴彈外型打火機突然爆炸 安檢員左手大拇指、食指和中指當場被炸斷 緊急送醫、爆炸微波及其他旅客 跟她在旅行業安排 伊東 稍等